你好,中美爭霸威,大家好 這部影片播出是1月21日的中午 威,大家好 剛剛美國12月的通脹上升到7% 其實我做財經揭露的感覺 美國是危機四伏的 很多問題 有些網友說,美國 如果要爆煲 又可以有什麼方法去治救呢 待會我會說回 我一貫的看法 就是在歐洲引爆戰爭 然後用他的掌控輿論的力量 就搶死歐洲 做倒你的歐元 其實如果你說在歐洲引爆戰爭 除了在烏克蘭之外 原來還有另一個地方 就是波斯利亞 待會我會提一提 當中的一些歷史 或者現在的形勢 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如果 俄羅斯和烏克蘭去抄的話 如果長仗打得快的話 美國是沒有辦法收割歐洲的 當然大家會問 為什麼一定要收割歐洲呢 可以收割其他人呢 可以收割大陸呢 這麼多錢 美國都想整個大陸吞掉 吞不吞到呢 待會去談吧 我們先進正題以先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受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 還有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12點 看看有什麼影片出 還有請你們留意 每一天的夜晚 可能大約8點左右 多多月13日 我會選到這個發展 如果每天的那些節目 大家也會先進行 到這個節目 大家都可以選到 還有一個節目 大家可以選擇 就是幾天 今天我們會選到 什麼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 今回 回憨 大家可以選擇 financial 回憶 我們會選擇 那些人就恥笑约翰逊 其实现在Omicron也算是在英国也很差的 英国已经上到早前好一点十几二十万 现在跌了几万之后,刚刚我听新闻就上回每日十万 但是约翰逊就说新冠肺炎在英国已经成风土病 决定取消口罩令 接着就任你们的人不带口罩到处走 你打了疫苗就可以了 但是Omicron对疫苗有用吗? 没有啊,我觉得数字正在证明西方的疫苗是没有用的 在香港、在大陆仍然是双位数字 会日新增确诊 你英国是什么数字啊? 老友 那没有的 现在英国会日新增十万只 他说要取消口罩令 那些网友直接就说,哇,你玩攬炒啊? 因为呢,当然啦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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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是加州 最近我看到一个在洛杉矶的画面 就是一辆火车 去到火车站 那些人还没落货 就把一群人拆涌去 抢 抢火车上面的货 然后呢 还要直接拆掉包装 搞到路轨周围都是垃圾 真的很精彩 这些我也是告诉你 美国的很多人都很窮 然后有枝枪 然后就 找食 当然了 你给一个画像是一个失败国家 但是那个是美国 这个样子当然是好不好 如果你说 很多人给一些照片给你看 什么都好 就说你在洛杉矶 或者那些大城市 市中心就一堆 人家露宿 那现在天气凍的都露宿 美国里面呢 其实贫富悬殊 各样东西已经危机四伏 然后那些人偷东西 偷完就不够 在加州不够950元 就不会坐 放回去走 因为太多财 无论如何 也好 当然 危机就来爆发 因为通胀已经失控 然后很多个国家 我又不想重复 很多国家 走鬼了去 走了去中国 去了巫石 然后那些中东国家 好像拜定了中国码头 美金不行的时候 我用银仔 反正你 你都生产了这么多物资 手套 消毒药品 什么东西 各样家庭用品 都是经理的了 喂 那我跟你搵吃了 我的石油卖给你 中间里面你说 不用美金过档 总之你买我就行了 是不是 现在美国佬自己都生产石油 又不是很入我们的中东石油 是不是 你大陆入这么多 你现在 你串嘴 是不是 你拿着钱 你可以决定买哪一家 这么多家石油 这么多国家出石油 你可以决定买哪一家 那你说要人仔 找钱 就是人仔 是不是 我拿回你人仔 又买到你很多大陆东西 就是大家 想着做个样子 就去跳槽 非你美国佬 的确是你闻到朕尾 美国佬死牙爛牙 就熬过了 聖诞就没有爆煲了 但是今年的一月 就各种异象 就开始想爆 那种感觉 就是异象来自于 一月十七号 星期一 美国是假期 就是一个long weekend 但是完了十七号之后 十八号回来 全部东西都不对路 就是股市开始跌 然后股市跌 美元跌 美债债价跌 好像什么都跌 本来美债跌的话 美国债息升 应该是 美元也升 但是不是的 听这一帮说 十年美债 债息升了 美债的债价跌了 美元没有跟着升 很多不正常的现象 一月开始 经过一月十七号 这个假期之后 十八号开始 泡出来 开始有一股空笑的味 这个是我们 如果是 看财经的人 我又不是很聪明的 不过 江志愚说 我看不到 很不对路 金也很硬 很硬 那些Bitcoin倒 我不是说财经 不过 现在来说 美国有什么出路呢 可以说 美国的出路 我想来想去 只可以打欧洲主义 因为 其实如果你说 现在大陆 我想他做很多金融的防备 这几十年 都是很稳定的 比如说 1997金融风暴的时候 大陆就因为 他是没有完全开放人民币 所以他就是有外户管制 所以美国佬想用金融的方法 掠夺大陆的时候 遇到大陆用人民币 不是自由兑换的时候 很不方便 所以可能吃不了中国 然后2015年 也有一次 用很多里面的汉奸 好像在香港抓了一个叫肖建华的人 肖建华拼文 跟外部的势力合作 搞到2015年大陆有大股灾 但是最后大股灾 中央用了很强力的方法 叫做暴力救市 杀停了跌市 然后用很多方法集停 甚至查你哪些 哪些本地的财团 有没有勾夷鬼佬 那些 所以其实这些金融的颜色革命 美国对大陆失败了 2015年 所以其实一直都没有方法 去割你大陆 唯有明年跟你斗 是吧 大陆给你明年撅 你撅不了 大陆就说 你看看你 你也想劏我了 我就资助你俄罗斯打 这个敘利亚 接着其实 可以说一句 2015年到现在 东西方的关系 就是藉着一个大陆的股灾 因为西方在联合中国内部的汉奸 想吞食中国几十年努力的成果 那可似失败了 因为始终中国的体制来说 共产党始终都是中央集权 有方法呢 政府的反应的人很快 拘捕了你的汉奸 拘捕了你的汉奸 你的教育不准做 接着就 你的外资要换走 那些全部查 那就刹停了你这个金融政变 2015年 但是 接着东西方的关系 越转越差 18年打贸易战 甚至我们怀疑这个新冠 是不是 一些新化战 打击中国 我抢不到你的钱 不如弄死你 是不是 其实现在美国是没办法吃到大陆的 我觉得没有 那接着呢 如果你说大陆肥肥脆 如果 大陆是打台湾的时候 我相信美国是不参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参战的话 美国很容易拿不到什么 但是有大量的 战艦 战机 就会选耗 如果呢 台湾 基本上美国的策略就是 先空着你 因为 你最近也看到 中国那边解放军的南部战区 就说 有一些美国潜艇 航母船 就准进去 应该是一些驱逐艦 走进西沙群岛 侵犯中国主权 但这些都是做样子 先空着你大陆 但真的打呢 因为其实大陆 以现在的军备来说 你说 你所知道的 是不是吹 可能你认为 你认为我吹 认为我猜 我读的资料 就是大陆的超音速导弹 基本上不怕你的军舰 驱逐艦 那些东西 不过 无论如何都好 就是 美国 就算不会那么快 好像 沙宝类一推就散 就算没那么差也好 我觉得 大陆 美国要保住台湾 因为台湾离开美国太远了 所以他要保是很难的 他只可以在大陆没打之前 先空着你 然后就在别人面前说 喂 我还在挑衅你大陆 所以我美国佬还是很强大 你大陆在被我欺负 去说服资金不要离开美国 但是你说美国要吃大陆呢 现在看不到有这个可能 那美国可以做什么 那你说日本 日本 他印银子也印了三十年 对不对 就是 你基本上 你要吃日本 还有什么肉吃呢 其实日本的体量 已经跌到 剩下中国的GDP的三分一 我最近 大陆宣布 他在2021年 GDP的增长率是8.1 全年的增长率是8.1 如果 算了 最近的一个汇率 就不是算全年的平均汇率 就在最近 因为 人民币是这样升的 现在呢 中国的GDP已经去到18万亿美金 已经追到美国的总GDP的80%左右 那其实大陆要在GDP超越美国呢 估计在2025年之前 已经在2024年应该就可以做到的了 所以其实在美国来说 大陆可能里面 因为中央集权 各样的体制里面 就完全看着你美国 玩开什么手段 如何去玩金融掠夺 那些都看完了 在2015年做不到的话 我相信2022年或者往后的时间 美国都没有能力 可以做到任何金融掠夺 或者大陆里面的舆论环境 你没有容易在大陆 美国在大陆里面养的一些汉奸 地五中队 那些的力量 不足以动摇 大陆人不信人民币 然后令到 大陆里面的金融瓦解 看不到有这些东西 香港是不同的 香港很多传媒都是西方控制 有一天突然传说 港币不行 要倒下 香港有些人相信 真的去沽港币买美金也有 是吧 香港还有很多黄丝 你说在香港搞金融掠夺 美国应该是很惯 应该是很容易 但是香港的体量 哪里能补到它什么 唯一可以做法就是欧洲 如果要在欧洲搞 其实最好的热点是什么呢 其中我看了一篇文章 我觉得也写得挺好的 陈文雄的文章 他就说有土耳其溪 土耳其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来的 土耳其溪 就是在俄罗斯建一条油管 直入土耳其 古称的军事坦丁堡 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布尔 西面有一条油管 由俄罗斯驳过来 然后走进去 有一个分支可以走进去希腊 也可以走进去保加利亚 也可以直进去塞尔维亚 甚至走进去匈牙利 直进奥地利 甚至德国 这期土耳其溪已经起了两条 如果以陈文雄的文章来说 他就说其实现在 南斯拉夫想直着 塞尔维亚想直着南斯拉夫 土耳其溪 因为石油的利益 天然气的利益 去重组南斯拉夫 现在听到一些声音 就是说 因为东南欧的天然气价 因为土耳其溪的输送之后 所以天然气价就稳定了 现在塞尔维亚的国力开始恢复的时候 很多塞族的人 就在波斯尼加的国内 开始说不合听 就说 波斯尼加里面的塞族 还有其他回教徒和黑鲁地亚人 想分家 现在呢 在波斯尼加里面 你看到这个地图 其实有一堆叫做塞族共和国 就是塞尔维亚人 就是在这两个地方 中间这堆就是 就是那些的 伊斯兰教徒 和黑鲁地亚人 控制的地方 所以这个国家 分成两个政治实体 那现在问题就是 现在在骂分家 问题就是塞族中间 是连贯不了的 如果呢 波斯尼加一分裂到 可能会爆发内战的 就是现在呢 因为里面 我看一些大陆的文章 就说里面开始爆发 不过呢 我现在去查 香港 用Google search去查 关于波斯尼加的新闻 是极少的 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说呢 现在 东西方接近摊牌了 摊牌的时候 我自己看 上一集我说 乌克兰呢 说真的 就是他们呢 本身呢 对俄罗斯呢 现在说 没有了 克里米亚 那就很生气啦 所谓很生气啦 但是其实他们 乌克兰的人呢 如果和俄罗斯打呢 可能很快就输了 接着他们的人呢 基本上呢 就懂俄罗斯话的 整个国家的人都懂的 不过呢 他们西面的人呢 就说 不想说俄罗斯话 那意思而已 但是如果你说俄罗斯 打完他之后 做到那个样子 是重建了苏联的时候 乌克兰的人 会不会有一个意志 继续和俄罗斯敌对呢 如果俄罗斯做到那个样子 是重新复兴 而美国倒下的时候 那你乌克兰那边 会不会很快地 因为俄罗斯就打完呢 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爆 但是如果美国 要收割欧洲 一定会引爆俄罗斯 打乌克兰 因为美国需要 那场战争 转移那个视线 第二件事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 不断拼命打仗的话 那就可以借势 搞死你欧洲 收割欧洲 但问题就是 乌克兰可能不打得久 因为那些人民 穷了很多年 他做欧洲子宫 做了很多年 你跟着你美国佬 又是穷 跟着你俄罗斯佬又穷 我现在跟你俄罗斯佬 要打生打死 要拿着命 现在我就算 我脱离你俄罗斯佬 我让你西方控制 那些女人是要去做鸡 做无特宜 跟着又没口吃 又穷又没东西 现在你叫我跟俄罗斯佬 打 俄罗斯佬背后有大陆资助 我和你拼命 拼什么 乌克兰人有没有意志 跟俄罗斯人长打 我是质疑的 因为他过去呢 近三十年脱离了俄罗斯 过去这几百年 乌克兰人都是接受俄罗斯统治的 大家的语言都很近 乌克兰话呢 和俄罗斯话的分别呢 近次广东话和普通话的分别 是很近的 所以呢 其实西方会不会引爆这个 波斯尼亚的内战呢 现在是谈不妥的 我看大陆的文章说 会不会这里也爆呢 如果塞尔维亚是重建 重建国家 这个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因为呢 塞尔维亚只要吸收了 这个波斯尼亚里面的塞尔维亚族 再加黑三共和国呢 就大约可以重建到的 塞尔维亚 现在俄罗斯借着天而气的力量 好像陈文雷雄的文章来说 会不会可以打通到一些经密呢 其实俄罗斯 需要一场战争 韩服你乌克兰 塞尔维亚族 会不会 想重建这个 波斯尼亚呢 而美国的力量 现在日渐衰弱 会不会放任你 里面打到乱七八糟 跟着找个理由去收割你欧洲呢 你乌克兰熬不久的 就由得你俄罗斯找方法 支持塞尔维亚 但本来塞尔维亚 其实都是重要油管通过的地方 甚至是中国一带一路 入欧洲很重要的道路 当然了 在美国的立场 就是 撩你打 才好 这个先说这么多 其实很多东西都想说 但是说不了 遲些再谈 拜拜